好 嘉义县调查站跟台南市调处联手 周二缤分两路搜索嘉义市卫生局跟嘉义市中药商同业工会 传唤卫生局经办药商证相关业务的科长等三名公务员 另外还有中药商七人 工会干部及承办人员四人 总共十四个人都被列为被告 来听听看卫生局的说法 有关昨日检调侦办的案件 那卫生局相关同人配合调查 那目前的状态都是请回 谢谢关心 好 嘉义检调期货检举 嘉义市卫生局从2021年到今年年初 核发期间中药商跟药铺中药药证实 出现查核不实一次放水的情况 解放漏夜复讯将工会流行总干事 以五万元交保其余请回 而全案初步朝涉及图例 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等方向侦办